德跟礼这些是道的表现 那么我们现在说的是妇女 妇容 妇公 妇言这些又是德的表现 如果德是广义的德 那么就是这个 那这几方面呢 会显得比较重要 不是说其他的就没有 那言行举止所有的都包括 甚至你心里面想 最高的德就是看不见的内在品德 汉洋 只有你自己知道做了好事 这是因德 更高级的德 我们先说妇容 妇女的容貌 女性看这些品质 她的特点 好吃 像小孩子一样 爱美 化妆 剪得自己很漂亮 然后贪玩 这其实也都是小孩子的一些脾气 当然有些男性 他也会这样 但是女性更像小孩一点 那么容 我们一提到这个会想到了 女为越极者容 这句话 那就顺带着说 是为知己者死 那如果是男人 最标准就是这个 死 那听起来很严肃 也很严重 但是知己难求 这一辈子 真正谁知你的 包括你自己 先要知道自己 那才算 这是要很高的要求 当然一些 糊里糊涂的 比如说我们之间有默契 那也算知己 但这个层面不一样 高山流水相知一 它是不需要说话无言的 那不是说无言一对 那个完全是背道而驰 所以作为一个是 指的就是君子 那当你又有了 学问权利 那你就是 大人 甚至圣人 那你清净如水 到了一定程度 那就是神人 那就是神仙嘛 就是这么一层一层 上升来的 那神仙就是这么做的 这么慢慢成就 所以可以为了 出生入死的状态 可见她的重要 那相对的女子 就显得简单一些 但是还是很多人做不到 女为越级这容 首先 为什么人 越级 他不是说 谁取悦你 你就为谁化了 那这个人 真的欣赏你 他会很尊重你 在这 很崇高的 很高唱的 高雅的 那才算 那为他 容 其实也不光是化妆 那为他 做一些 力所能及的 这就广义的容 那当然更多的 你如果还没结婚 那个人就是你的丈夫 就应该是他 如果没有 那就 不要乱凑合 现在女人太随便 你随便 这个 那那个也行 你大街上随便找一个 你现在不都是人 人是动物变来 你随便找 那么作践自己 那可见 如果能做到 在现在已经很难得 那换一种理解 宽容包装也叫什么 你看你怎么理解 这样只要好就行